E.M.张本于凭借卓越的演技 深受观众们的喜爱 今日他得知好友患上自律神经失调 因此有感而发的在社群平台发出长文抒发心情 他偷偷自己的父亲 无念前不幸中风时 家庭生活失序了很长一段时间 他每天过着三年一线的生活 除了忙于工作 跑医院 以及回家与姐姐一起 替妈妈分担家务 还要处理父亲因为脑溢血 而出车祸后的一切后续 当时他心情非常低落 就连朋友的邀约也不想要参加 对聊天话题也毫无兴趣 某天从医院回家 却突然在门口崩溃大哭 那时他才意识到自己得了忧郁症 后来他每天观察自己的情绪 并上网搜寻相关资讯 如今终于将生活节奏找回来 忧郁症也消失了 提醒众人只要能够转念 就能看开放下一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